好 先照耐贯新进来的食安风暴是时事扩大 包含的辣椒粉里面是验出了苏丹红 那目前呢总共验了15批里面都是有被验出苏丹红 另外呢还有6批是正在检验当中 不过这个八方云集呢也被传出说 他们用的辣椒粉里面是含有苏丹红 但八方云集也紧急来澄清说 他们用的是同一批进口的粗辣椒粉 跟被验出有苏丹红的细辣椒粉并不一样 那对此卫福部长薛热言有最新回应 但您才听 应该没有这回事啦 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边境的这个检查 是属于我们食药署管的 那在去年开始 他本来是算是原来是一个个案 就检查到有苏丹红 那其实那时候在检查辣椒粉的时候 违规的这个批次里面 苏丹红一开始五月的时候是只有一批 那其他的都是属于农药的违规 后来陆陆续续就有几个月都有验到 那我们就开始怀疑说 那会不会是系统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提高抽屁的比例 提高抽屁比例的话却发现母数增加 那这个减粗的比例不但没有下架 而且也是跟着增加 那这个就一定是系统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后来就百分之一百的抽屁 那到后来就决定说有抽屁 百分之一百抽屁 那还发现有的话就禁止输入 所以这都是按照程序来的啦 所以不能说责怪说食药署是 所有的罗斯松是没这回事 老师可以听到薛瑞人解释说 从去年开始其实就查验了辣椒粉 要违规的事项看里面有没有 那当时呢是发现了个案之后扩大检验 后来也是陆陆续续发现 这个辣椒粉里面含有苏丹红 而且还有其他农药的部分 因此呢也在持续的扩大检验 发现了这个母体增加 不但呢被抽验到的 没有减少还增加 因此呢也是研判是系统性的问题 那目前呢还是表示说 这不应该怪罪于食药署的问题 他目前也会来持续扩大追查 来了解真相